现在是蟹爪兰花芽分化期 很多花友可能会给它使用一些催花肥进行催花 但是如果我们的蟹爪兰有以下两种情况的话 大家千万不要急着给它用催花肥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烂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蟹爪兰叶片有点发软下垂 而且新叶片又瘦又小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由于根系长得不够旺盛 所以说不能急着给它催花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些气生根从上面长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由于根部出了问题 所以导致吸收养分不足出现了气生根 这时我们一定要用这种快速生根粉来给它促进生根 因为这种快速生根粉不单可以促进它快速长一些新根出来 让它恢复生长 同时它里面的营养元素也比较全面 可以给蟹爪兰补充各种营养 那么它的零元素也是比较高 又可以促进开花 这样的话就可以一举两格 我们只是要在浇水的时候 给它用上一小勺 按照一笔一千的比例兑水 然后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暂时不要给它使用一些零售的轻甲来催花 先用这个快速生根粉来给它促进长一些新根 让它的根性发达了 我们再用一些催花肥 那么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 所以说大家这段时间养物卸转了 有这些问题的话 一定要正确处理 不然的话严重影响到它的开花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